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还参加了利益关系 在剧中满起功斗 他毫不留情 脾气争宠的飞子可强百倍 做别人棋子 做等别人来欺负 完全不可能 八年不举 只为最后的反转 反转再反转 明义和皇帝老爸之间的斗争 尤其精彩 连兔血带胖子的那种 更反套路的是 他的爹也是个系精本精 你兔血不关心 我秒戳破纪模了 但这皇子就真是个实实在在的切开黑面 编剧也为人物负贝 设置了合理的出发点 由于自幼母亲和挚爱的兄长被人迫害 他才会逃光养晦 为之正义 尤其是剧中的一段读白 让人看得是热血沸腾 由于剧集很走心 也很考验观众的智商 有些刚入局的小可待 可能会觉得天圣长歌剧情太复杂 但其实有追剧攻略图 脑容量分分钟就够用一路追下来 我也算是发现了 这部剧前面大多都在铺点 真正精髓都在十五级以后 从中外炮脚的赵王被淘汰开始 天圣长歌正是进入发和饭模式 但天圣长歌的成功之处就在于 对人物塑造的深入人心 比如 其实是当了炮灰皇子 走了之后也还是有弹幕奠记 从炮脚王成功狗蛋以后 看热闹不怕是大的皇帝老爸 为宝石队形不变 又添加一位新皇子来部位 不愧是上一届的种子选手 对于自己亲儿子耍体很难 也完全没在虚的 虽然这些表面风光的皇子们都有私下的算计 但恰恰是他们智商和演技双双在线 让观众看得好不痛快 不过管你其他几位皇子如何开大 最后还是为赵丽心和陈坤 组的一心一意CP打败了 从秦明书润杀老夫到评判杀太子 再到魏朱英杀长海 以默默皇家的残酷博弈中 陈坤用神演技演绎了 从隐忍到情绪大爆发的鲜活形象 不仅主角演技炸裂 配角也都是演技爆发的戏骨 演绎的让人又爱又恨 甚至反派都不用靠化妆 都是在拼演技 也是实在难得 每个角色都很复杂 都很值得人去细细寻味 全剧在运镜上 也完全按照电影的标准 观众一级棒 不仅仅采用中国传统色调 每一级都是大片水准 小编觉得 这完全是一部良心剧 演员大嘎 演技炸裂 剧情也耐人寻味 怎么能因为一句难懂就沉寂下去 你觉得呢 话不多说 每晚时得锁定湖南卫视